剩下六個有緣人 慈濟志工各自發揮良能 許多事業有成的實業家 都捐出珍藏的精品 蔡京賢更拿出五條大溪地 天然南洋黑珍珠 以低於市價行情和大家結緣 是給海地震災的 這一條項鍊的意義就是說 黑珍珠 護持黑珍珠 所以這是蠻好的意義 我沒有那麼多的能力 就是我剛好記醫師 不如我先生說起 好啊 能做善事嘛都可以 可見我們台中的師兄師姐的愛心 真的無限廣大 也都是因為喪人的罰 大家就很願意幫助 還有病患透過主治醫師捐出書籍 他就捐出了這30本的書 來想要說也是能夠投入 實際的行列 還不來救救濟苦難的人 一方有難 十方持緣 愛心惜福 看見人間有愛 大愛新聞的亞萍 郭基宗 台中報導 醫藥新聞來關心在台灣大約有14萬名的癲癇患者 如果嚴重的話 恐怕會導致癲癇重機症 而且30天內的死亡